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 上期从色调到风格梳理了第一季老友记三迷检测的遗处 今天继续来看,依然从模型女路开始 Channels和Chantler分手后 一次阴差阳凑下被安排到了一起 于是有了刚刚那一幕 小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可以作为检测你是否是老友记死忠粉的问题 指导答案的朋友也可以分享在弹幕里 第一季中,有关工作的场景并不多 但若是将镜头急速拉近到胸前 在造型的大框架下 拥有惹眼纹路的领带让人移不开眼 这也是西服设计师Jabber McGuire 在小钱西服上发挥创造力的领域之一 如何根据上期色调定基调的方式 小钱的色调是相对偏冷的 是有vintage 复古氛围的 这里的相对是对比Wars 而这复古氛围的灵感来源 就是40年代电影明星或设计师父亲的穿主 比如运动衫夹克 比如复古感温路 40年代是一个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时代 二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对于服饰纸上方面也不例外 其中,他经历了面料定量 剪裁标准化的更为精简的实用主义 到战后限制出现放开的过程 1948年的一本杂志上 对于男装有过这样一个广告 他被认为是一种大胆的装扮 大概的描述就是 衣裳够长,肩膀够宽 繁领够大,裤装更宽松 再配上富足热带风情 Art Deco或者新型抑郁氛围等主题的领带 这样看来 当设计师想要在领带纹路上 重现测试年代风貌 我想他主要提取的领感 就是这其中的新奇多样了 将剧集中小钱的装扮一次铺开 就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了 设计师对于小钱的造型 还有一个领感素材 就是赛车条纹 搜索一下就是这样的感觉 可以简单理解为竖线条纹 他被更加随意生活化地体现在了 各异的颜色、数量、宽窄 和其中几个图形图案 丰富了第一集中的这个元素 刚才设计师有关小钱造型的初稿 果然也完美复刻了 这天是情人节 窗边一名神秘红衣男子 正翘脚盯着Chandler 看他到底能如何与Janice 进行一男王续集 他就是Joey Chandler的室友 一名奔走于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和本人都觉得不好意思的小广告间 成为两个硬币的演员 镜头拉近到领口 或其衣橱关键词 原领T恤 原番名套头衫 高领毛衣 拉成第一季Joey衣橱的时间轴 这期设计有观感到相似的圆滑领口 无疑成为他在本季衣橱中的标志性元素 加上身上出现衬衫 轻衣的就能够分辨出来 但这还不够 设计师还希望他身上的服饰更有纹理感 于是就有了Chanel 法兰容这些看起来然辜负又舒服的材质 这也是他衣橱中的第二个关键词 关于Chanel这个材质 除了套头衫外 比较常见的就是用到字母夹克走侧的字母上 很多品牌也会在基本款上小范围使用 增加一些设计感 Joey的衣橱在图案 花样方面确实少了几分精彩程度 或许设计师也是想要利用面料本身的另类观感 让这个角色造型上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件不会忘记的单品 就是皮衣 表面上他是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平球小演员 贝莉莉顶止身穿阿玛丽时装的时髦大佬 实际上这也来自设计师后期采访中透露的小八卦 因为我希望它穿搭和长得约 但是我不希望它们是批课 所以我结果完结了 是买了一对阿玛丽的红柄 他没有能够账 但我们就很长得约 似乎像他住在它 也可能会购买它在厕迈店里 这也让我想到 Mônica的皮衣造型 仔细想想 它确实是一个灵活度很高的单品 巧优印花 材质碰撞 色彩点缀都很容易出造型 此时正在用奇妙比喻描述自己失忆心情的 就是六人行中的学究担当Russ 也是Monica的哥哥 主要技能就是让人一秒入睡 针对Russ的一处 设计师自然也有色调面料方面的考量 如平日里包括扎红色在内相对偏冷的色调 比如用三件套 一大一顶带混搭勾勒出一个对于他来说教授器的形象 但如果抛开设计师提到了这几点 还有一件单品会让目光不由自主随着他移动 也就是这蓝色衬衫问题 大不全是因为设计师造型初搞突破 记得上回说到Rachel的蓝色调 在第一季中大多以丹宁材质呈现 同样的 第一季中Russ在蓝色调丹宁材质上 相比其他人来说是格外有存在感 或许这并不是设计师造型方面埋下的伏笔 但不得不承认回头再看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呼应 此时Rachel已在机场等候 但看起来这段感情的走向还处于未知状态 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 时间会见证这一切 好啦那有关老游戏第一季的幸福解析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追求内容 不要忘记多多点赞关注告诉我 我是安迪 下期见